来了 近日 中国海关 又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 抒华原木当中 截获了 简易性的有害生物 这些有害生物一旦传入 将对中国的 龙林业的生产和生态安全 造成严重威胁 中国海关总署决定 从2020年11月11日起 暂停进口 澳大利亚 维多利亚州的原木 我们希望澳方能够言行一致 多做有利于中澳互信与合作 符合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精神的事 切实为两国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创造良好条件和氛围 一段时间以来 澳方公然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屡屡在涉港 涉江 涉台 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 采取错误言行 你说的这少数几个国家 对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 妄加指责 第一没有资格 第二没有道理 第三没有市场 西方一些政客 对中方的无端指责 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双重标准 我们敦促 有关的人士 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停止以任何方式 干涉包括香港事务在内的中国内政 任何对华施压 损害中国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的图谋 都不会得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